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简单又美味的铁板鸡 我们用鸡上腿 这个部位最合适 我们去骨牛皮 然后打开厚的地方 像这样 这样第一道工序就完成了 刀尽量朝下跑 不要碰到我们的手指 如果像我这样水平差 就不要强求切得太干净 带肉的骨头呢 我们可以掉一碗汤的 打开 不要切到底 再一点点移出来 我们可以一下 做个两三顿的量 最后撒上一层盐 再一层黑胡椒 那多余的呢 我们包装好 放冻柜 开火的时候 我们准备一小碟面粉 把鸡放入 这样轻轻的 每个角落都喷上面粉 不用太多 沾上就好 锅热 积下 皮朝下 起先一定要用小火 这样让它慢慢慢慢的热起来 要有耐心 带到鸡皮上的油渗出来了 才慢慢转大火 这样煎出来的鸡才漂亮 大约五分钟 大约五分钟炒后 我们转大一点的火 然后我们可以动一动 给它透透气 煎到它 其一那一面 清金黄的 这一层看上去也有一点变色 变白了 变干干的 那我们准备翻面了 那翻好面呢 用电炉的 马上就可以关火了 用它的余温就可以 煎正面的时候 千万不能给它煎焦了 这样就行了 鸡面一直朝上 切片的时候用大刀 大力 一刀是一刀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